联合杯作文大赛南投区出赛连续举办16届 提供学生测验阅读写作能力和累积大型考试的经验 不只报名踊跃 家长和老师也陪着学生应试 那也非常谢谢旭光高中校长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场地 让我们的这个南投区的考生可以汇集在这里 做这个一个小时 而且是比照大考的这样一个 具有实力跟水准的这个竞赛规模比赛 那联合泡办这个活动主要是希望提升写作阅读 整体的能力都发挥 那希望孩子能够在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培养他核心的一些素养 未来不管他在继续升学或是出社会工作 都可以运用他的一些写作的一些技巧 或是逻辑推理的能力 旭光高中校长何光明表示 透过作文比赛能够带动学生阅读风气 并且熟悉语文的运作和写作 对学生学习和启发帮助很大 那透过这个作文比赛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竞争的气氛 将来他们在会考或是其他方面 因为有这个经验就不会紧张 那尤其是在语言学习来说 听说读写都是一种能力 那透过作文比赛 就是发挥他们写作能力 来统整他们手写的知识 能够有系统的表现出来 这方面真的我们的孩子很需要去磨练 竹山国中也由校长及老师 带领学生一起参加作文大赛 学校及家长都很感谢联合报 长期以来举办作文比赛 提升并培养学生的语文协作能力与兴趣 比赛命题灵活 多数学生都觉得很好发挥 这一次的作文题目是失去之后 然后我自己觉得蛮好发挥的 因为小时候爸爸生病 然后所以就是给外公照顾 但是在十岁的时候 外公因为肺癌过世 然后就觉得要好好把握 跟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刻 然后才不会后悔 我们希望借由此活动 磨练我们学生的作文技巧 并结合他平常的生活经验 充分地发挥 让学生有不一样的想象与应识的方向 学生写作是必要能力 不论是就学或是未来的职场上 皆具有显著的助力 可以展现语文沟通表达能力 培养语文素养 联合报推广阅读写作不遗余力 每年将得奖作品制作成册 表扬获奖者 以及让参赛学生可以阅读 提升个人协作能力 记者洪一伦炒囤采访报道